歌唱选秀比赛如星星之火般在世界各地是热闹登场 而在印度尼西亚则掀起了另类的歌唱比赛 这另类的比赛参赛的不是什么唱将歌手 而是很会鸣叫的鸟儿 那这期的主演天下我们就带您去看一看这股风潮 是如何短时间内席卷一米 这类的歌唱比赛打造出的森林歌手为何会让环保团体担忧呢 鸟儿鸣叫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每到周末雅加达的这个广场的鸟儿鸣叫声更是回荡整个会场 而这一天的鸟儿歌唱比赛吸引了大约500名羊鸟主人 带着超过1700只鸟儿前来参赛 参赛的鸟类品种繁多 其中教授欢迎的品种包括金丝雀和牡丹鹰鸥 鸟儿歌唱比赛主办人表示 由于比赛奖金丰厚 奖金高达100新元至千元 这对平均每月收入少于1000新元的印尼人民而言 是比巨额的额外收入 因此饲养鸟儿参加歌唱比赛的人数近年来倍增 为了夺冠赢取奖金 不少养鸟主人更是聘请训鸟师 提供专门的训练和照顾 虚鸟师说 要培养出生育育儿的鸟儿 在食物上也必须下功夫 例如鸟儿的每一餐 也都是经过精心调制的蔬菜 水果和坚果类食物 另外 将这些品种带到市场和拍卖会售卖 售价可高达500多新元 而频频在比赛中胜出的鸟类品种 售价甚至可飙升至10万元 让羊鸟俨然成为一门好生意 由于鸟儿歌唱比赛大受欢迎 鸟类保护组织担心野生鸟类将受到威胁 一些特别受欢迎的鸟儿唱将 是濒临绝种的品种 印尼鸟儿协会人员表示 为了减少野生鸟被捕猎 协会表示愿意主动提供主人繁殖的鸟品种 一些比赛也响应这些措施 近来就完全禁止野生鸟参赛 随着鸟儿歌唱比赛日益风靡印尼全国 再加上当局积极探讨加强相关法令 无疑为印尼的自然保育工作 注入了一支强心针 无疑为印尼全国